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伊朗制裁被解除之后将意味着什么 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国际事务咨询公司的尼古拉斯 你好尼古拉斯 首先请告诉我们伊朗制裁解除之后对国际市场意味着什么 好的 首先您需要将其分成三部分来看 首先制裁的解除无疑能够改变市场的游戏规则 当石油市场的大玩家回归的时候 这必然能够带来较大的冲击 我的意思是说伊朗作为世界上第四大石油储备国 他们已经表态要恢复其在市场中的占有份额 很明显这意味着他们要增加产量 甚至说要让产量翻番 那么显然这会拉低市场内原油的价格 第二部分是天然气 这更有意思 伊朗有着世界天然气储备80%的份额 但迄今为止伊朗并非是最大的天然气产商 毋庸置疑 未来伊朗如何进行天然气生产 会是我们要关注的有趣的方面 而最需要关注的方面就是 同样也是最主要的天然气产商的俄罗斯 是否会允许这方面的制裁被取缔 让伊朗天然气进入国际市场 而伊朗本身主要的挑战 无疑会是如何来遵守其签订的合约 以及这是否能够符合民众的期望 那么当进入所谓的执行日 据猜想会是明年中期 您提及产品产量将会翻番 在这之后我们能够预计各方 会立即产生合作反应吗 执行日的设定也是合约的一部分 您需要考虑到合约的签订是非常多方 多轮会谈的结果 有人认为这是非常艰难的磋商过程 这不仅是非常耗时的会谈 同时磋商的本身也充满了复杂性 毋庸置疑存在着问题 他们讨论的特定主题都是非常繁琐严肃的 因此要实现全面的制裁解除 这就需要考虑如何执行 以符合要求 在实现这样的目标之前 有五步需要走 首先需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批准 或者支持这个合约 决议目前已经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一致通过 其次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通过 这样的批准可以说是以一种非常实际 非常有趣的方式通过 就其国内意义来说 这可以算是奥巴马及其执政政府的巨大成功 第三步是要得到伊朗议会的批准通过 这目前进行的不错 现在着实到了准备制裁解除的时候 这意味着一方面伊朗需要按照所承诺的调控 采取所有的实际措施 而另一方面 欧洲和美国方面需要制定对应的草案 和准备在立法层面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因此一旦到了执行日 我们会看到 欧盟也好 美国也好 都会立即废除大量的制裁限制 最终使得制裁被完全地废除 但是这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好的 那么经济增速将会如何呢 我的意思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预测 在制裁取消之后 伊朗经济增速能够从目前的1.4%上升到6% 会是巨大的涨幅 之后会发生什么 请谈一下您的看法 这无疑会是巨大的挑战 而巨大的挑战在于 我刚才也提及过 是如何来满足本地民众的期望 要知道 伊朗的经济很大程度上 都是依赖于石油出口 因此问题在于 如果他们要让产量翻番 虽然这对伊朗意味着很多财富 但同时通过油气对市场的大量倾销 这也将拉低市场内的油气价格 意味着这是很大的挑战 因此伊朗政府满足民众期望的能力 就在于他们能够从资源出口中赚取多少钱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联合国 可能会恢复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据我了解 这部分资金额度大约在1000亿美元 因此很有可能的事情就是 伊朗将会把资金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该国需要大量的新的基础设施 而这可能是其主要挑战的一部分 此外他们还需要做好国内各党派的政治平衡 预计伊朗国内的政治斗争也会风起运用 这就是它的另外一个重要挑战 从地域政治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伊朗无疑会计划回归 成为欧佩克组织的成员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毋庸置疑 伊朗的回归会给沙特阿拉伯带来很大的压力 而这将是我们明年会重点关注的方面 尼古拉斯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谢谢邀请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